到了 讓我們假裝有 欸 有一個乘客了 太好了 哈囉 觀眾 歡迎回到我們的City Skyline 晚安 田井仙 那今天呢 我們就要替我們的這個大佛宗廟 來取一下名字喔 那有很多觀眾來幫我們取的名字 其中我最喜歡看到的 有一個叫 靖黎寺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 喵餐寺啦 這個我一定要取這個的 好不好 不是說我特別要針對什麼 但是我就覺得我喜歡這個 齁 那其實我自己還有想到一個叫做 不解釋 齁 我就不解釋 感覺也是不錯的 齁 妙禪寺 好不好 妙禪寺 恭喜你 當到妙宮啦 妙禪寺 齁 那這個就是 妙禪寺服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開始處理其他的事情了 畢竟我們這個 公園也慢慢呢 有興起了起來 哇 你看地震 這一條路我其實要把它鋪平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上次在城市裡面這個公園喔 聽說已經來到了三級啦 然後我們可以蓋其他的部分了對不對 像這個 棋盤的部分 待會兒就給他開下去這樣子 那個纜車呢 晚一點才會蓋喔 畢竟我們現在生活技能還沒有完全都恢復 所以呢 還不會那麼快就蓋這個 這個部分 那今天會讓他在這邊 可能像額外多個公車站之外 讓他們可以這樣子過來過去 想說以這樣為主軸 然後公車站在中心點 發散這四邊這樣子好不好 反正這邊也有公車站呢 我們盡量不要讓公車跑得太遠就好了 哇 不過這邊這個 這個公司呢 從以前這樣子 林木 林木葉用到現在又美了 又美了 我們的公司又毀為余待 哇塞 燒到連這個消防局都燒起來了 好 那不管啦 那我們先來把我們城市公園呢 繼續拖下去吧 那希望今天可以來到一萬七千人 這樣我們才可以蓋我們的 那個火葬場 卡在一萬五喔 欸 我上次是一萬耶 一萬一還是多少這樣子 有慢慢起來 慢慢起來 好來 接下來把這邊蓋一蓋吧 盡量填補起來好不好 那我們這個公園要多蓋一點點 那我們第三期鍋仔那邊 一大會也會蓋一蓋 今天主要的目標應該算是這樣子啦 我可能要等下拉進去 這要木逸的拉好了 阿不然蓋後面這裡好了 因為這邊本來是有一個門嘛 對不對 側門在這邊 那如果蓋在這邊 我看一下喔 蓋在這邊也可以啦 這邊的人是可以進來 那我 我這個 我這個算是開放式的 我算是那種 我算是那種收費式的 所以 前面的人走進來就是潘娜 阿旁邊走進來的就是囚的這樣喔 所以就不管他們啦 那公園服務台這個都有了 這個就 阿其他的就是要更高等級了 對不對 五級的 四級的 所以我們目前就是三級多了 這一個東西還有 這個碼頭 那碼頭的部分的話 這邊我們可能 沒辦法 這邊沒辦法 要靈海才可以 所以我們就先蓋棋盤石了 有 棋盤石的建築 這邊我再拉一下 可能我才會比較漂亮一點點 OK 好不好 這樣子就行啦 那稍微把這個 因為畢竟這邊是連接著外面的 所以我覺得這邊喔 還是需要多蓋一點點 樹木 這樣子可能看起來會 比較不會好像直接暴露在外面 喔 即便它是開放式的 我還是要這麼做啊 那我們再把這個這個 樹木給用一下 好吧 留一個小路口讓人家進來 好像 好像樹木的種類不太一樣 但沒關係啦 樹大便是美 希望這樣子會有人來做 欸 已經有人來做了 你們看 有沒有 已經有人來 欸 他們那個可以拿的耶 所以他們是這樣子玩這個 西洋棋的喔 還會思考耶 這好狂 安安喔安喔 有沒有 將軍 將軍 我來看一下這目前的公園的訊息 啊 等級有慢慢的持續的增加 然後 但是我們的收入才48塊 支出是189 這個算是一個 嘖 福利的 福利的公園 讓大家是可以隨心所欲的進來的喔 還記得 來到這邊的公園呢 大家都想要去賓館啦 我們再來看一下 過了這麼久 過了好幾個禮拜 是不是 大家還想要去賓館呢 看一下 喔 這個不是的這個不是 應該不會了啦 應該不會了 喔 這個環境應該不一樣了 好 不一樣了 要去美容中心 好 OK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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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要蓋的是這一邊 但是我現在呢 有一點點缺這個 高工業跟辦公區 啊 因為我這邊已經燒光光了喔 所以 現在這個田地呢 可能也不會有人來蓋啊 所以 我的教育水準可能也還不太夠 大學的部分呢 現在符合的只有1600多人喔 所以呢 呃 我如果現在先蓋辦公區 不知道行不行的通喔 不過沒關係 待會我們這邊也會再蓋辦公區啦 我們就先以這邊為主 先把公園給蓋起來 那這邊的公園呢 我們就真的是 不要讓人家從旁邊給進來的 畢竟這是屬於國宅 國宅旗的公園 好不好 所以我們連這些路都要環繞著 齁 都不要讓他們進來這樣 好 大概這樣子 好 然後再連過來這樣子 好 這邊也採取一樣的設施 好 大概這樣子 好不好 這樣子就有一個完成一個 基本的一個 部分 啊 這個不行耶 這個我把他移動一下 好不好 這樣這一片又多了一些了 是不是 我們又可以蓋了 我們先完成一邊 再去完成另外一邊 兩邊不對稱沒關係啦 但是這邊主要是可以讓我們賺錢啦 咖啡廳啊 服務台這邊都可以再蓋一下 畢竟這邊可能會比較多人想要來 旁邊呢 多開個小門收費 哦 有 這邊已經有一個小門了 可以收費了 那這邊我打算就是 蓋這個辦公區在這裡了 好 辦公區在這裡 所以你看 這裡集合著住宅 住宅 住宅 哇 這個會燒啊 這個會燒啊 哇 my god 怎麼會這樣 這樣這個國宅等他密度再高一點的時候 應該就不錯了 好 慢慢的陸續都有開始在營建啦 來看一下樹脂有沒有差很多了 現在樹脂起碼降了 四分之一 好不好 四分之一這樣 這邊我們看看要不要再開一條路出來好了 這邊再開一條小路出來 然後讓他們這邊可以 進駐一些商店 這樣我覺得可能也不錯 那我們就用小的路就好 小的路就好 雖然要拆人家房子 但是沒辦法壓 沒辦法壓 有沒有 這樣子中間的那個藍色的需求就減少 我們在這邊蓋個 那個熱氣球好了 好不好 這樣這邊呢 感覺會 更熱鬧一點點 我敢再多額外再拖 多拖一片土地出來 這邊來蓋那個熱氣球站 讓大家可以看到大幅的後面 這樣也是不錯的 過斗了 這裡可以耶 剛剛好 我看一下 熱氣球的 哇哦 欸 真的會升級了 哇哦 哦 這個好屌 那這邊我要做一個停車場 好不好 這邊我來做一個停車場 這有點像路野高台的感覺了 是不是 我知道有的人會說我這個 零零腳腳對不對 來把它弄稍微一些 那這邊來做一個停車場 那我們做 這種的 40parking 我稍微把它做一塊地方 挺下來 這個只是一個比擬啦 比擬而已 齁 因為有的人可能是從 這邊來的 也有可能 齁 也有可能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稍微做一個大型的停車場 這樣太大了 我先把路開進來好了 超級大型停車場 這樣會不會很畸形啊 然後中間那個空位呢 我們就可以擺一些盆栽 因為畢竟那邊也是有點會條 那我們盡量跟下面的那個是 呃 差不多一樣的 好 我們來找一下Line Line Line 然後旁邊的話 可以放單斬的 欸 這個這個說實在 這個要玩到厲害喔 除了說 本身的那種想法 創意之外啊 你也是要去研究人家的那些東西 才有辦法這樣 蓋幾台戰車在這邊 這樣好不好 這樣我覺得 也比較好看一點點 啊這邊就 除非我們自己種才有辦法 這邊的話 我們種一點不一樣的樹 哇 我現在人口掉好多喔 啊 My God 啊 My God 喔 我忘記補水了 忘記補水了 對不起 對不起 鄉鄉 去甲賣給錢 哇 但忘記我沒水啊 我忘記這件事情 我們再P一片好了 我們再P一片好了 我這邊做一個 把這邊放一個蓄水池好了 放比較大型的蓄水池 各位沒有 沒辦法抽水真的很麻煩 然後連起來 齁 連起來 這邊我們放一個離岸的發電給他 這樣 好不好 這樣子 獨立的獨立的 然後我們上次有說喔 其實是想要把這邊換成是 呃 辦公區 因為這邊其實是一般的加工區喔 所以這邊我也想把他換掉 齁 所以我們這邊把他換掉 齁 我覺得這邊污染太重了 還是要有一定的工廠 沒關係我們往外拓 就是 因為這邊比較零四區 污染會一直拓進來 我覺得可能做一個 隔 隔搶的還是什麼 把他蓋在這邊會比較好 不管了 不管了 那我們最後再把這個 遊覽車給蓋完 就好了 喔 遊覽車 我們就蓋從這個 這條路線到這個路線 那我遊覽車可能就 蓋在這個上面這裡 那這裡我應該會繼續再拉出來 不管以後這邊可能會有攬車站 會有什麼站 什麼站之類 所以我打算把這一片呢 就是弄成是一個屬於 呃 觀光聖地的一個 交通集結點 這樣子可能會比較好一些些 這樣應該行 這樣應該行啦 啊 各位我們的遊覽車 有 好 那我們就一樣這個路線 到下個公車路線 好 做個銜接點就好了 步行遊覽區的觀光興趣點 放置這個的話可以高吸引力 喔 真的假的 那我們把這個放一下 啊 這個是 這個是遊覽車站 所以這個是說 啊 我把這個 這裡放置 讓他們走過來這樣子 欸 好像不錯喔 但是要先有人可以過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變成是 把他們給引誘過來 把他們載過來之後 我們再放步行的連接點 讓他們過來到這裡 各位 我們去下面等 下面等 欸 人數回來下面等 好 讓他們這樣子慢慢的 接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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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的遊覽車都沒有人要坐 是不是太遠了 所以沒有人要坐 好 沒關係 現在就當作有了 耶 各位 我們遊覽車已經到了 然後我們假裝有 欸 有一個乘客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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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觀光客會搭 好 那我們搭上去上面 然後看看那個乘客 會不會走路過去步行去的地方 好不好 我們今天主要的目標大概就這樣子 那不是菜刀啦 那是BACUNIA 他只是第一人稱會 看到鏡子這樣子 好了 然後旁邊就是我們的那個 停車場 然後這邊就是那個 我們的 右邊是熱氣球場 你看他有攤販耶 OK 準備上去看大佛 欸 沒有人耶 怎麼辦 這再想想 我們之後 再再 額外再批一片 不然這邊旁邊蓋那個 飯店旅館 然後晚上還有夜店去 這樣子 應該也可以 然後我們接下來搭一下 最後的這個熱氣球的部分 下一次我們再蓋飯店啦 下一次在那邊再拖一下 再蓋飯店 但起碼從沒有到有 這樣也漸漸的 哦 越來越大片 那地鐵可能也需要慢慢的來 從建造了 好啦 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的都市天氣線 就先玩到這邊啦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也感謝大家的幫忙喔 那我們可以城市呢 一步一步一腳印的 努力的成長起來 雖然還是會有一些 犧牲掉人口的部分 但是 我還是會努力的繼續 幫他蓋起來 蓋起來好不好 感謝收看 如果你喜歡這期的話 記得幫忙的讚 按個訂閱 隨時按下小鈴鐺 我們下次天氣線再見